在沈阳全民抗疫的过程中有很多平凡中的温暖 最近一群90后志愿者为身处一线的抗疫人员准备了2000余份爱心餐 这些爱心餐温暖了大家的心 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沈阳青年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与这座城市一起共渡难关 备菜 煮菜 分装 打包 为了让核酸检测一线的工作人员吃口热乎饭 这些90后志愿者凌晨三点就起床了 亲自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和厨师们一起忙碌地准备着 这些志愿者都是沈阳市铁锡区的90后创业者 最近网络上一段抗疫人员辛苦工作的视频打动了他们 大伙商量着也想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于是分工协作制作了2000多份爱心餐 送到启公街道20多个核酸检测采样点的工作人员手中 疫情无情也有情 非常感谢大家资源这次抗疫工作 温暖沈阳的不只是这一份份爱心餐 在疫情防控一线有许多青年志愿者 遍布社区 超市 卡点 参与到健康查验 维持现场秩序等一系列工作中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志愿红成为了青春最美的颜色 接下来 ie判警 FM